金阿波罗呢 他当然啦 真的是也让世界看见了这家小公司了 成立1995年资本额1亿 员工数36人 老董大喊 害死我了 今天早上发个声明不够 马上再发一个中英对照的声明 希望国际媒体也都能够看得清楚 看得仔细他们公司的立场 现在呢 当然他们已经说明了 不过呢 经济部的说明的当中 有提到的就是他内装的电池 容量大约就是一般的三号电池 所以什么 没有爆炸造成死伤的可能性啦 但是呢 那你说跟他接触的这家BAC公司 有没有问题呢 这是匈牙利的一家公司 他这个里面还是写consulting 怎么还加了一个顾问 匈牙利的顾问的公司嘛 负责设计制造 然后总部匈牙利 主要根据官网 主要专业领域 包括环境发展国际事务 目前有的合作计划 是连结亚洲的科技与创新 涵盖提供珠宝艺术派对 与活动拍摄咨询的服务 还要要亚洲的业务 扩展到新市场 这光是看这个呢 其实看不太出 他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专业 对不对啊 这个孙将军 首先我讲 这个金波罗公司36个人 我给各位观众讲一个常识 你不管一克的炸药 十克的炸药 一磅的炸药 不会因为电子温度升高而引爆 炸药一定要有雷管 小爆炸引起大爆炸 那这个雷管又要接受到 所谓无线电的触发机构的 一个连结 这里面牵涉到 你要有木马涂层的后门装置 这个小小东西 才能接受到无线电的指令 木马城市 开到后门才能接到这个指令 第二个这里面又要有 一个触发的机构 触发就是把这十克的炸药引爆 而不是电池 电池温度升高不会引发炸药 我在金门把DNT丢到火里 它就不炸 它是要爆炸引爆炸药 炸药的引爆是这样 所以你想小小一个36人的公司 要有电子产品 要有木马城市的植入的技术 要有无线电出发的机构 要拿到炸药 炸药还要有雷管 就是不管大小它有个雷管 以爆炸引爆炸药 十克虽然小 也是靠爆炸来引爆 所以这么小一个公司 不可能有这么多高科技的人才 所以这个问题 台湾做这个事情没有企图 你卖呼叫机是一定的价钱 加这么多东西 那要多贵啊 那有人买吗 对不对 除非指定的客户 难道这公司会不起疑吗 我的BB扣里面有炸药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我讲 回到一定是获利的 那美国为什么事先知道一点点呢 以色列他做这个事 不要伤到美国的友人 他只讲有重大行动 BB扣有的医学院把它换装了 换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很显然是 以色列主谋嘛 美国是重犯嘛 对不对 美国至少 他不参加吧 至少知道 所以这个问题 我讲的很 没什么好依赖 这个旁边那些惹的台湾呢 都是见风在那里胡说八道的 好来 这个介大使 请教您 因为刚才在讲 白宫犯人尚皮耶说 如果你问我美国 有没有参与其中 答案是没有 也就是说美国没参与 美国没有涉入 那对于这起行动是否知情 这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 好 所以是不是其实是知情呢 但是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这边是说不知情 所以讲法其实不太一样 有一点出入的 但是你来看这件事情 你就会觉得 美国应该知道吧 否则怎么会去把它换了 他原本的BB扣的那个机子 他把它换了 那现在你看 这个是贝鲁特 美国大学医学中心 上个月29号 就要所有的员工 把它传呼机的设备把它换了 为什么要先换掉 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美国是不是之前就知道 可能以色列要采取行动了 所以他们就把它换了呢 那当然这个医学中心有澄清 说因为有部分的装置系统过时了 所以才会上月29号 开始要切换到新系统 但是为什么就这么巧 让人觉得还是匪夷所思 那再者 现在呢 就连美国的AXIS新闻网 引用了三个美国官员的消息 踢爆了 说以色列决定17号引爆 其实最主要是担心 他们筹划的秘密行动 已经被那个组织发掘了 所以要展开这个攻击的行动 而且里面还说到什么呢 爆炸前几分钟 以色列的防长就打电话给美国的防长 说以色列将要在黎巴嫩展开行动 只是没有讲细节 所以这通电话只是为了避免 让美国完全的蒙在鼓里 但美国又不认为这是一个提前的通知 所以意思是 人家以色列的防长就是有打这个电话 那只是说讲的多跟少 还有到底是什么程度而已 杰大使 我觉得就是说美国白宫发言员 还有国务院发言员 再怎么样即使他知道有做 他也不能承认 一定是标准答案的 不知情不知道不知道 对他的责任就是负责否认 那可是我觉得AXIO这个 他这个报道蛮符合逻辑的 蛮符合逻辑 其实有的时候穆沙德在做什么 如果说CIA不知道的话 那穆沙德以后跟CIA很难合作 合作关系就很难 还有这个我觉得世界有三个情报机构 他们彼此一定互通的 还有就是军情六处英国的 M 这个基本上这个情报机构 大家都不要让对方完全无法交代 对国内无法交代 人家说你跟他这个情报合作 你们关系这么好 这件事你看你就被蒙在鼓里面 以后大家怎么合作 对不对 那所以另外一方也不要太小看 美国CIA的这个情报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彼此之间应该是知道的 那这个AXIO它这个报道我觉得很符合逻辑 对 很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是给他找一个借口 说我现在要把这件事情 我要付诸实施了 要付诸实施了 那你只能说哇这个穆沙德这些人真是神通广大 他居然打入他的这个这个 真主党里面的采购体系 对不对 然后呢 当然这个说这个这个机子有一些医院的 这些医护人也有在也有在用 对这次还有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也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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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死掉了 那这个里面就是说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厘清 就这4000个人里面 是不是都是穆沙德的人 是不是都是这个真主党的人 真主党的人 所以这还有进一步厘清 不过我觉得照常理 我们对情报组织 他们之间的这种合作 之间互动来讲的话 这么大的事 我觉得美国情报机构 如果不知道的话 真的我觉得 那他这个美国CIA的这个局长 建刀穆沙德的局长 可能要用三字经开骂 你这样让他怎么混 在美国 不让美国掌握 那还算什么盟友 对 确实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ate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枣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